確診了13宗個案 其中有10宗是輸入性個案 本地個案裏面那3宗都是相關人士 最早發病那位就是一個暫時找不到源頭的個案 另外那兩位就是他的家人 最早發病那位人士就是11604 他就是55歲的家庭主婦 住在新井麗刀花園二座 4月3日曾經去增嘴寧灰安智所拜山 都是同家人的 他的另外兩位家人 其中一位就是34歲的女士 在中環豐盛創建大廈上班 3月底至4月頭 他都有住過剛才我說的家人家庭 他自己也有另外的家庭 在尖沙咀七咸道南的友聯大廈 4月4日也有和另外一些家人 大概八位左右的親戚 就在將軍澳華人永遠墳墳墻賣山 跟著就有在其中一位親戚家裡喝湯 所以那些家人也需要接受檢疫 那他那些一齊上班的人士 因為都不是很多 二十多位都是需要接受檢疫的 那另外第三位都是相關的人士 就是南氏三十八歲 就是他也有在尖沙咀七咸道南的友聯大廈住 還有另外也有時候會在牛池灣家豐台二座那裡住的 那他也曾經是在深井麗刀花園二座那裡一起住 他在長沙華香港中心二十九樓上班的 那裡那個工作地點都是需要接受強制檢測 那他有一些坐得比較近他那些人 那些同事都是需要接受檢疫的 他也有多於是親戚家裡 就是要訓練的 他的家人 他也有密歇畫